車壇龍門鎮又和大家見面了 幾位熟口熟面的主持就不多介紹了 今天邀請到一位美女嘉賓上來 Samatha Chan 就是大昌行的汽車租入寶主管 Samatha 來到了 今天我們有什麼主題呢 當然是說租車有關的事情 我想說一下這位仁興很喜歡買車 這位仁興很喜歡租車 我們就想說一下 其實我們在香港應該租車還是買車好呢 首先請教一下Samatha 你叫我回答的話 我當然會推薦大家租車 其實租車有很多好處 大家都會覺得為何要租車而買車呢 價錢上每月計算起來好像不合適 但其實租車的好處有很多 有很多玩車的人 他未必想駕駛一輛車幾年才換車 而買賣也牽涉了很多時間 很多Research 或者金錢上面都有點花費 就會有點麻煩 但如果租車的時間 我們又可以靈活一點 例如這個月我想租一款車 下個月我想租一輛車人車 也可以的 而我們也會有一些保險 排費 現縮 各樣東西我們都是存包的 而當你的車要維修 要需要維修 或者這麼不幸 有九龍意外的時間 我們都會全部幫你處理完的 處理的意思 他也要負責錢 我們會看一看 我們有個墊底 就像保險一樣 對 像保險一樣 但你只需要下完後工之後 其他後面有一個claim 要跟對家去做negociation 我們都會幫忙處理 我想最好會不會是這樣說 例如租車其中的好處就是 大家例如試車有什麼小事的時候 你們會馬上給他一輛車 沒錯 就是同級的替車 是用的 但你買車你就踢腳了 例如有時候車你要弄 剛剛說 無車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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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的 都可以再跟我租個短租都可以 但你又 其實你 我覺得你租車 已經換得很密 你換得很密 我差不多每年換一個車 這樣也不算很密 一年換一架 沒有考慮租車 為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金額 洗費 始終我還是覺得 買一輛車回來 一年後賣了它 我所需要的費用 比租車公司更低 但其實你的折舊率也很厲害 現在的新車落地都會不會 那譬如我買一輛新的二手車 或者第一年的二手車我買 那你買二手車就發生 所以其實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洗費 其實比租車還低 不過你是因為買了新車 不是 你是買了一、兩年的二手車 已經是拿了最大的折舊率 最初的兩年 如果你真的買一輛新車來說 你公車 首先我想有幾個角度去看 你第一個角度就是 有些人是 他一定要買最新的 一定要買新車的 車有人坐過 我都不知道 香港很多 那些朋友 比較尷尖 其實他花的錢很多 因為你第一個 很大 當然租車更加不會 可能因為 那輛車也不知道 那麼多人駕駛過 但是租車我又想問一下 那那些車是否新的呢 那些車我們大約都是三年之內的 三年之內 那很新的 很公平 如果你跟我長租的話 其實我甚至你出的新車給你 其實是沒問題的 只要有輪子的 我們那個租車都是可以租的 所以是長租的 我印象中Mimi 我經常覺得那些車很舊 我們公司都有租 好像 對啊 我們也是長租的 怎麼只三年 我們公司有些追蹤隊的 那些 看價錢 哦 看價錢 我們公司這些 我們公司跟蹤隊的那些車 我們是租的 因為 太新不行的 被人認不得的 是的 那些同事跟我講 就是因為你不可以有固定的車牌 你又不可以被人認得 所以Media的需求很大 是的 而且你的美麗之處就是 Media都會好我們的客戶 因為我們 因應它的需求 我被人認得出這個車牌之後 我們會馬上幫它換那個 就算同一輛車都好 我們馬上幫它換那個車牌 是的 或者換另一輛車 因為你們不在乎手數 你怎麼轉都可以 我們換過牌的號碼 是的 那你還是手數不可能 哦 我剛才看到的 那些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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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轉車牌 那不同了 出去跟蹤也好 去採訪也好 就會比較方便 因為那些車 那些車款 平時那些車款 全到三年之內 就是新車 也有好更新的款式 都可以是好更新的 brand new 都可以有 其實很多人想知道 就是價錢 我們要一些記憶 譬如一個小的Jazz 譬如一個月租多少錢 我們一個月租 譬如租一年 就八千元左右 即是八千元一個月 八千元都挺貴 比我上去租 是的 但供的車不是三千元 兩三千元 兩三千元 一個月的車 是的 都要的 因為所有的支出 都已經包在租金內 即是維修 我都不用付錢 一個費用其實已經包在租金內 那些什麼排費 排費、租金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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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有一定開支的 總之整輛車 總之你完全不得負責任 除了入油之外 即是你的責任就給了他 入油 只負責就入油 沒錯 即是所有的煩惱都不需要 只給了價錢就可以 即是因為 我常常印象中覺得 租車就是weekend 甚至五、六天這樣租 更貴 如果這樣 是有長租 是的 還有什麼選擇 尤其是企業 企業會跟我們做長租比較多 但是你說 如果一般用車的人 他們未必是星期一至七 都會用足的車 其實就有很多時間 放在停車場 可能他不需要 只是weekend才用 又或者是有需要才用的時候 我們公司也有一個很彈性的一個package 就像人家撕飛仔套票 有三十張、六十張、一百二十張 看一個年期去分 還有銀碼去分 至少你買得越多 那個discount就越大 那幫你需要的時候 我今天想預約四天 我就來打電話給我們同事 或者Sandemaric的同事 我今天想租四天哪有車款 而就算 我們也有分不同的model 例如我只是想要compact這個group 我就買一個三十張套票 但當我去到中間的時候 有朋友想安裝 我可不可以去駕七人車 是有這個彈性在裏面的 我們再給一個少許 這個就不錯 我覺得這個 尤其是你 譬如Donny拿來追女生 你經常可以換車 你經常換車 那女生說 你經常換車 我今天要配一套衣服 那些都還可以 對 你每個星期都可以換不同的顏色 我家幾十多架車 剛剛今天就要 做老千 做老千租貴車 那些要租Benny 最貴的車要租他們 Benny Benny有 我們有Flanksburg 三百多萬新車 但你不要穿西裝駕駛 如果不是你租的話 你穿西裝駕駛 看樣子都知道是柴可夫 我們想要 如果你決心做老千的時候 就要做得比較妥當一些 我經常有一個問題想問 在香港做租車公司 究竟有沒有錢賺價 沒有錢賺價 你不做 你真的 阿彭兄 你這個問題 是有錢賺的 第一 因為我們本身大廠行 是一個車行代理 沒有贊助的 真的沒有 所以我們也有一個協同行業 在裡面 譬如我們有自己的維修中心 我們買車也可以 跟廠那邊有一個connection 所以變成 我們可以拿到一些很好的package 去offer給我們的客人 而我們也是一個很大的synergy 變成我們的長租車 或者是圓了主約 我們都可以放進去 我們有時候很新的 我們都可以去短租那裡 再租給一些短租客 不過如果你說租車買車的問題 Daniel 我其實支持你 我覺得如果你說你真的長期用一下車 我覺得買車是發算的 始終你就算有一個折舊 但是因為你感覺都是自己 如果你是買二手車 那你的deprecation沒有那麼大 我經常覺得 但是我自己有些 Sorry 不好意思 但是我自己有很多朋友 或者親戚 會突然之間 可能有些朋友在外國回來 或者子女 暑假 這個很普遍 他又不想 譬如他平時兩夫婦又不出現一輛車 他又不出現一個車位 他又不想要長期租車位都很貴 你知道香港的車位 拿到四五千元一個月租 但是他那個月很想用車 我覺得你問朋友借車 其實是一件很尷尬的事情 很困難的 誰會想借給你 我不相信有人喜歡借車給別人 當然沒有所謂 其實我心裡這樣 你都不能找車 可能會很生氣的 有個心理壓力 不止 你的車回來的時候 有很多因素 你經常會覺得 算了 夠拍不夠 即是說 如果你租車 即是你不用賣別人借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即是譬如我借錢 我也想不同銀行借 和Donny借 不用息 你明白嗎 不如我真的租車 在香港 我覺得買的車 都是一個prestige 那你的車是我自己 我買回來 我自己用 全部都是自己 尤其是 你講得很好 難道你長用 對於女性的朋友 我覺得 如果租車 或者那個車不是自己 哎呦 別人用過的 真的不太好 心理上 好像租車回來 每個人都駕過那個車 那又不會 我覺得 你可能有潔癖 我又覺得 他三個特別highlight 就是女性朋友 哈哈 你不說嗎 不是 我覺得我這樣說 你有時駕駛不同的車 沒有那麼悶 就是車 畢竟不是太太 那你 你太太 你又對著她 你覺得很幸福 車就 我覺得 不需要又對著她 就是同一架車 十年 我不覺得很幸福 那另外一個 剛才我講的那個因素 就是有 我相信很多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 很多人是 可能這個月 遥紅車 就是我想說 有 其實有很多客人都是這樣 我就是租一個月 那個月 即使你說 是貴一點 可能一萬多元 但是我沒有理由 去買一架車 那麼傻 然後跟著 到我不需要用的時候 我再賣出去 大家都知道 你多了手索 在各方面 整件事很複雜 你買牌費 其實 如果這樣聽起來 會不會都分季節性 生意方面 會不會到南季 黃季 譬如說 暑假 那些聖誕 會不會到南季 會不會到南季 在本地租車來講 都有少少 但是影響不是太大的 反而你說海外 就真的很季 即是有一個不同 那些人放假 才會去海外自駕 這樣 所以 在本地來講 其實都挺平均的 當然 有時候聖誕 或者復活節 那些時間 都會多些人租車 因為他們都想 可能去郊外 去一下大嶼山 有需要 其實我們都可以幫客人 去申請大嶼山 想問一問 就是你們大嶼 那你租車總量 是否主要大嶼社團 旗下代理的車 其實絕對不是的 絕對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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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有軍 那你都是我們的大嶼代理的 不過我們其實 很多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其實其他我們品牌的車 他們租車 租任部這邊 其實是可以幫客人去 fulfill 我們其實是 品種是很闊的 我們細支電單車 電單車有 是啊 我們也有租電單車給一些傳媒的公司 即是方便他們去採訪 大致到其實我們有租過一些運營圖車 啊 即是他們一些短暫工程會不會 沒錯 因為我們也有租這麼大輛這些特別的車輛 我沒有想過運營圖車 是啊 是啊 就是做運營圖 如果你的工程做完 又不需要做太久的 不需要把資產放在那裡 又難計算 你公司很難計算 不是 冬哥你可以早一天來 即是自己個人 但我沒有運營圖車 如果你的意思是 你叫我回到我們現在門口 那裡的電視 就是你受得的氣多了 那你就想著 跟他來過 即是你田裸對田裸 大家就整一次完 這樣 這個很合理 如果剛才說冬哥 很多時候 那些人租車都是因為 有需要 突然間需要 一些外國朋友 親戚來到香港 會要駕駛的車 那是不是那類親人車 最多人租的呢 其實在香港 其實是的 在我們的車庫裏面 我們其實最多的品牌 類型 就是 親人車 即是多用途的親人車 還有 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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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貨車的比重都很大 正如剛才所說 我們都做很大的部分 生意 就是跟企業做的 所以 一些物流的行業 都很蓬勃 因為之前 我們租貨車給他 我們還會幫他 做車隊管理 有很多數據 我們可以給企業 幫他做一些分析 所以 他們都很 幫我們租貨車 但有沒有單頭人租貨車 去做什麼車 那些 有 有 絕對 都是我們其中一個 很有價值的客人 有很多 做自己的工資 不用自己出車 可以 可以給到 可以 其實 說來說去 或者我總結一下 香港租車的市場最大 都是公司 市客 大的公司 他們給一些可能是海外員工 用 或者 自己的車隊 短站 或者是車隊 記意計數 他們 反而 你真的 市民用 因為我們很多年前 那些舊概念 就是 第一 租貨車 來 追女生 是的 很久 很久 很舊的那些人 我很明顯 很舊的那些人 現在女生追人 現在女生追人 現在女生開車 是的 都是 多了很多 多了很多 那時候還有 結婚化車 九萬多年前 現在都不流行 其實我們 本地租車的情況 大概是這樣 我反而很興趣 想知道多些海外租車 因為香港人 反而最重要 租車都是海外 或者我們下一集 你們大雙有做海外租車嗎 沒錯 我們現在全球的自駕車 都可以 不如我們下一集 就說海外租車 好 下集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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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